很多人认为王祖贤研制巅峰时期 是他主演《倩女幽魂》时 但我个人觉得 1989年上映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 才真正拍出了他的角色轮延 尽管这部影片 称不上是王祖贤演艺生涯的代表作 但绝对是他提升演技的转型之作 只不过影片的同名小说 写作的并不十分出彩 加上编剧又没有深度挖掘出 本应该凸显的创作意图 导致这部影片 并没有变成一部很有主题深度的影视作品 但《潘金莲之前世今生》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就比如他的美术是非常超前的 尤其是光影的打造 除了能推进剧情的发展 营造出一针一换的叙事效果 还能赋予电影画面非常悦目的美感 即使某些场面看上去十分的惊锁 但整体给人一种十分惊艳的视觉冲击 并且演员在这样的光影照射下 更美上了几分 其次王祖贤的表演还是非常合格的 他一人分饰了两角 一个是生活在封建社会里 水性洋花的潘金莲 另一个是带着前世记忆 转世生活在现代都市的善玉莲 虽然善玉莲本质上就是潘金莲 两个角色的性格很相似 但王祖贤的体态和举止 还是演出了现代女性与古代女子的差异 当他穿上古装时 一平一笑皆是风情 但当他换上前卫的现代时装时 他又呈现了都市女子的摩登感 服装设计师给到他的戏服 颜色和面料的搭配 都很能凸显这个角色 前世今生的氛围感 王祖贤的现代衣橱 最能体现这种氛围感的 是这套全黑配色的戏服 因为全程出现在夜幕里 所以看不清细节的设计 但丝毫不影响服装传递的经验美感 从长级膝盖的上衣 到八分长度的裤子 都采用了光泽度很高的面料制作 在打光的作用下 很具备流光溢彩的质感 王祖贤涂抹胶艳的大红唇 还有那一对重金属的大耳环 都为这个视觉有些妖艳的造型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祖贤其他现代的装扮 服装的配色多以红色为主 他扮演的善玉莲 与丈夫外出游玩时 就穿了一件红色上衣 搭配黑色半裙的着装 为了让服装的配色 形成上下的呼应 上衣的小高领和袖口 也采用了全黑的布料 腰间收拢扩形的宽腰带 也是用黑色的皮革制作 和上一个造型一样 王祖贤也把嘴唇涂抹得异常的娇艳 耳朵上也佩戴了一对重金属的耳环 因为这两处细节 这个不甚出彩的装扮 在夜幕下也能展现出很高的吸睛指数 王祖贤的黑色半裙 还会与红色毛衣组合亮相 他这件领口寄了印花丝巾的红色毛衣 很有棒针毛衣的慵懒质感 因为颜色足够鲜艳 即使出现在昏暗的雨幕中 也不能降低视觉的存在感 王祖贤的红色服饰 还包括一件大红色的针织开衫 因为配色很醒目 内搭的衬衣和下半身的裤子 采用了视觉更容易接受的黑白配色 80年代的复古衬衣 比起现今的流行衬衣 更有设计的亮点 王祖贤的这件不但垫有厚实的垫肩 衣领还设计成了 可以继承蝴蝶结的样式 使得配色分明的着装 更有视觉的吸睛焦点 头发上绑着的鲍纹发带 还有耳朵上佩戴的银圈耳环 都提升了造型的时尚感 善玉莲新婚时 还穿了一件白色衬衣 搭配红色裤子的着装 因为角色还未完全黑化 这套服装的风格 明显要清纯一些 到了影片后期 内心越来越躁动不安的善玉莲 需要靠外在的美貌 来抚慰撕扯的心神 她的穿着打扮 变得越来越摩登 普通的红裙 配上一件灰色的开衫 她也能穿出妖艳的效果 这一方面 源自角色气场的改变 另一方面 则因为人物的神态举止 隐约透露出古代女子的风情 使得演员的外在形象 染上了几分蛊惑人心的魅态 她穿着这条普通的黑裙时 也展现了这样的美感 裙子本身的亮点不多 但胜在剪裁 很能凸显身形的优势 扎在头发上的轻柔薄纱 在冷硬金属耳环的反衬下 很能为美人 渲染飘渺如化的氛围 当这条裙子 套上一件 oversize的喀色西装后 整个造型 还能展现干练欲解的气场 王祖贤的连衣裙 还有一条黄色的 她这条裙摆 拼接了黑布的黄色裙子 因为有黑色丝巾 和黑色礼帽及包包做点缀 王祖贤扮演的善玉莲 外在形象显得特别的摩登 此外 王祖贤还在这部影片里 亮相了几个 非常惊艳的古装造型 在善玉莲成亲的戏份里 王祖贤穿了一套 非常精致的凤冠侠配 尽管这部影片 称不上大制作 但这套凤冠侠配的做工 却是非常精细的 从香满珍珠的头冠 到布满刺绣的衣裙 都体现了中式传统婚服的 隆重感与滑贵感 还有这个红色凹裙的装扮 虽然王祖贤的装造和发型 不如古代女子那般厚重饱满 凹裙的款式 也不如传统凹裙那般繁复 但整个装扮盛在演员的举止神态 很有古代女子的风韵 一个兰花指的动作 就让一个古典美人 跃然于观众的眼帘 美人眉眼如画 也不过如此 只是这么美的荧幕形象 你认为能超越《倩女幽魂》里的聂小千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